好 那现在来看第三个 他说修极人天善法 怎么能不为人天福报首屈 或者应周而堕楼 就是我们行善 那么不会因为善业 善业也是一种障碍 障碍不定是恶业 有时候福报太大也会障碍 定力太深也会障碍 所以我们怎么样不为人天福报所屈宿 或是因为作恶而堕落恶业 恶业成章就叫做业障 善业太大成章也叫做业障 所以业障不一定是恶业 善业也会障碍 比如说定是善业 福报大也是善业 但是他太大他一样会障碍 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怎么样可以没有业障 障就是障碍解脱 障碍成佛 那怎么办呢 发愿求生人间 逢佛陀出世 能在佛前文法修行就得了 我们只要发愿就可以 那你说那现在佛已经灭度了 那迷到佛还没来啊 那你这样怎么发愿遇不到佛啊 遇不到佛没关系 遇见法就好 重点不是佛重点是法 佛已经来过了 他留下遗教有法 那见佛是为了文法 文法能够知法 知法依法修行能够入法 然后能够正法 弃入于法就正法 基本上重点是要这样 如果你见佛你不一定 见佛你不一定文法 很多外教有见佛啊 那也不文法啊 那文法你没有奴隶思维 你不一定知道 很多佛教徒有文法啊 有宋经啊 那他也不知道道理啊 那知法要入法 要修行 要依教奉行 那重点是法不是佛 但是法是从佛来的 如果没有佛说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佛已经说了 而且法已经留下来了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见不到佛 因为佛已经把他的法 留下来了 所以我们只要依法修行就可以 所以发愿来这个人间 依法修行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里讲 身逢佛事 我们现在就在佛事 只要有正法的地方 就是佛事 现在还在佛事 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但是他的法还在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佛事 所以就跟佛有缘 以法有缘 比无量学佛法的师长道有缘 就我们刚才讲的 你现在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 护持佛法 那么你走了之后 那么你所弘扬的 所修学的 所护持的这些人 那又继续修 那你来再跟他们修 那么转转真上 他们越修越好 那你再来的时候 一跟他们修 沿着你过去生的 你又越修越好 就这样 互相越来越好 所以他说 因为你在佛事 见佛文法 你跟佛有缘 跟法有缘 也跟这一些学佛法的 这一些善知识有缘 那不但兴取佛法的善根 你本身有佛法的善根 而且还广结这些法人 这样你来这个人间的时候 当然会门这个私有的 引导启发归向上 因为之前是他带你学佛的 你再来投胎的时候 变成小孩子 他也就变成老人了 他又带你学佛 他又带你 比如说好 太虚大师 应顺导师 我们就这样来看好了 取格力来讲 爱虚大师 应顺导师 那宇顺导师 下来 比如说 善门门 就大家 太虚大师 引导宇顺导师学佛 那太虚大师往生了 太虚大师再来的时候 那宇顺导师 弘扬火宝 他也许变成另外哪一个法师 变成哪一个法师 或哪一个杀咪 甚至是一个居士 也有可能 不管 他再来学佛 又跟着应顺导师学 应顺导师往生了 又再来跟着这个人学 就这样 那越来越好 你看太虚大师 想连身佛教 那应顺导师 就他的连身佛教里面 提出连身佛教 就提升了 就这样 那不断不断又增长学 运身老师学的又比 太虚大师学的比较广 但是运身老师学的比较深 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累积 然后他会再来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发愿要再来 运身老师也发愿要再来 那来了他跟他有缘 他一定还会依着他修 或是他再比较晚一点 依着他的书修 像我们也是这样 那我们过去生 也跟太虚大师有缘 跟运身老师有缘过 也曾经可能是互为同学 或是你是他的师长 他是你的师长 因为往生而来 就知道小孩子 又跟着他学 往生而来就跟着他学 可是他一从小就很聪明 就不一样 然后就这样 不断辗转转真胜 所以 所以 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他说 那么 来生生在人间 当然会门私有的引导起发 因为你之前就跟 这一些师长道友有缘 所以你能够归向三宝 见佛 文法 修行 所以你看到佛法会翻识 那么多宗教 你为什么选择佛教 那么多佛教团体 你为什么选择 这样的一个团体 一样的道理 那么 即与佛法 即无量学佛法 法语有缘 这样的辗转真胜 你越来越好 你每一生都真一多一点 多一点 多一点 那么功德增长 你不会因为作恶而失去人生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下次再来的时候 隔音之女 我会剁三宝道 我会照烟 不会 因为你这一生 你这一生 你也不知道你前生 你也是有隔音之女 你这一生也有隔音之女 你怎么不散得到的业 也没有 就算有 那也不多 你一样是学佛 你也没有忘记 你也先忘记 你过去一生有学佛 可是你这一生 依然很坚定在学佛 那是为什么 依然你的习惯 依然你的业 我也不记得 我前生有学佛 我哪里会记得前生的事 可是我们这一生 为什么这么坚定在学佛 肯定跟前生有关系 虽然不记得 但是还保留那个习惯 一样的那个业 我们为什么遇见佛法 因为我们过去中就有修学过佛法 就有弘养过佛法 所以我们就遇见佛法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不会因为作恶而失去人生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他说你得人生堕落的 大多是你不懂道理的 没有归于修学佛法的 你只有归于没有修学佛法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 他只有归于但是他没有修学佛法 如果你有归于你有修学佛法 你就有保留那种习惯保留那种善悦 你只会越来越好 所以善根增长 法器成熟 自然会由此而进入 出世的大圣法 为佛道做阶梯 出世的大圣法就是 你出世间 但是又入世间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可以解脱 但你不解脱 你正无身法人 你不急着怒涅盘 不急着怒涅盘 怒涅盘你就不能再来了 一波的经讲是这样 如果义法法经讲 正在阿罗汉还可以回脚上大 一样可以再来 但是就算你要回脚上大 也没那么容易就是了 因为你还是要有发过补提心 那么你才容易回脚上大 义法法经讲 一切众生毕竟成佛的 没有所谓的小圣 只有大圣 只有佛圣 第一波的经讲 那有些是阿罗汉 有些是佛 正在阿罗汉已经决定了 不能再作佛了 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行菩萨道的概念 行菩萨道的概念 最初还是波的经 举唱出来的 那就是正无声法忍 忍而不正 就是不正入涅槃 但是我是可以正涅槃 但我不正涅槃 也是像这样 我可以解脱 但我不这么急着解脱 因为很多跟我有缘的都还没解脱 跟我没有缘的 我也让他跟佛法有缘 跟我有缘的 那么有两种 一个善根成熟 一个善根没成熟 善根成熟的要让他解脱 善根没成熟的 至少要让他成熟 成熟的未来 他也可以医治得解脱 你想一想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好朋友 很多人没有像你学果这么虔诚 可是他们都对你很好 你一旦解脱了 这些人 谁帮忙他 谁给他们姻缘 谁启发他们的善根 当然是要你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行菩萨道 生生世世在人间行菩萨道 那你生生世世在人间行菩萨道 不堕落的因缘是什么 你有正见 是这样 你有善业 你有佛法很好的缘 所以你只要保持着 不断地修学佛法 不断地父持佛教 你一直跟佛教有缘 一直跟佛有缘 一直跟法有相应 你就不用怕剁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里就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他讲 那么会剁萨的都是 没有归一 就是你心没有向着佛法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归一佛就向佛学习 归一法就依法修行 归一生就与生和合 同行同焉 那你没有 那当然你会堕落 你只有归一 你只有戴念诸而不念佛 只念佛而不知道学佛 那当然会堕落 如果念佛要学佛 学佛要成佛 那很多人念佛就要成佛 都没有学佛 就好像你只祈祷就要升天一样 你都没有修升天的业 那你单单祈祷就会升天吗 所以念佛 学佛 成佛 我们把学佛这块拿掉了 变成念佛成佛 那就好像祈祷升天一样 那其实是不对的 佛法不是这么讲的 所以归一 归一要修学佛法 你只归一 然后就只是诵经念佛 拜餐 然后都没有照着佛法跟你说的做 就好像祈祷念尖这样而已 那你就要得到福报 没有 就要消除业障 没有 没有任何事 所以归一佛要向佛学习 归一法要依法修行 归一生 要与生和合 同行同业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归一 那要向上向解脱 向成佛 向佛道 所以他这里讲 你自然而然的会进入 事出 出事的大圣法 为佛道做接听 就是你成佛的过程的接听 所以凡未能发出离心 发普及心的学衷 出离心就是要向解脱 普及心就是要成佛 不只是自己解脱 还要带着大家一起解脱 这种心 应该勉励修行的人 修行人臣正法 日日发愿 天天都发这个愿 就是天天都存这个心 奴家叫做念之在之 天天都存这个心 唯愿三宝 慈悲设受 愿得生生世世 见佛文宝 你常常这样想 常常这样发愿 那律师老师讲 你依着人臣正法在休息 智慧一天一天的增加 慈悲一天一天的增加 善业一天一天的增加 烦恼一天一天的减少 恶业一天一天的减少 你怕什么堕落 不会堕落 不用担心 就只有你不修善业 那会常常在造恶业 不修佛法 不门因果 不明道理的 你才会堕落 你没有常常提醒你自己 没有常常有这个法源 那么没有常常归于三宝 修学佛法 那你当然要堕落 那你的佛法都只是 就是让你更享受的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余大全 去跟那个庙庄庙天学的 都是希望他能够加持他 让他事业成功 赚大钱 把他身体健康 赚大福报 我法哪里是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是什么 商业交易 我拿钱 我拿一百万 来换我的一千万 事业可以赚更多 我拿一百万 来换我的身体健康 我拿一百万 来换你修的功德 佛法没有交换 自己修自己得 佛头再怎么慈悲 也不能把功德给你 菩萨再怎么厉害 也不能把智慧给你 他只能教你怎么得智慧 只能教你怎么修福报 他没有办法 把他修的给你 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 手按在你的头上 就消你的业障 这个是没办法 他只能告诉你 怎么不造业障 告诉你 怎么样消除你自己的业障 他没有办法 消除你的业障 佛都不能消除 他自己本身应该受的果报 恶业 定业 何况能够消除你的定业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 他一定会很愿意 帮我们消除 但是没办法 他只能够告诉你 消除业障的方法 你要照着做 只能告诉你 增加智慧的方法 只能告诉你 增加福报的方法 只能告诉你 解脱的方法 你照着做 就可以得解脱 你不照着做 他也不能直接把你 拉着走 带你进入涅槃 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很多那些相似佛法的都是 他都有错误的观念 他都认为 我只要共享这个人 我只要捐给这个人 这个人就会把他的神力 把他的福报加持我 让我事业顺利 让我身体健康 让我家庭美满 没有 不是这样子 这个要知道 所以 发持建国文法的证愿 依修人成的阵型 保证会不失人生 而且能够进入什么 成佛之道 能够进入成佛之道 就进入佛道 好 这是武僧供法里面 依之聚得乐 依私得之聚 顾佛为众生 先占布施福 他说以下解说三种福业 福报的行为 也就是行为 三种可以得福报的行为 先说布施福业 第一种是布施 布施 持戒 修殿 这三种 叫三福业 这个跟光标寿经的 敬业 三福又不太一样 敬业 三福 他也是布施 持戒 另外一个是发布的行为 孝顺恤 我奉仕师长 持戒不杀 修持善业 然后 然后这个 另外一个是大圣 就是受此三规 俱主仲监 不犯不义 然后发布于心 确定行者 这三种 这里的三福业 不是金业三福的三种福业 但是也类似 好 那我们来看 先说布施福业 如来也说法 不像我们现在 一开口就是了生死 不是 现在就是了生死 生禁度 那了生死是禅宗说的 生禁度是禁度中说的 极有极空 极心极否 这个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天台宗 那六极 那禅宗也有一些讲 极心极否 对一般众生 如来总是先说 施 说戒 说生天法 施戒 生天 是吧 那布施 持戒 基本上是人 那天 布施 持戒 也可以生天 也可以生人 那他这里讲的 生天法 还有一个就是修定 修定也是生天法 那布施 持戒 本身就是生天法 那导施是把他分作 生天法是指修定 那么如指对五身所共的功德 就是五圣共法 这种共同具有的功德 人天善约能信受奉行 又能透发出世善根本 这才进一步说出世法的 就是以人天善法为根本 然后进一步说出世法的 就是三圣共法 然后再进一步说大圣不共法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这样 从阿安静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佛地址里面 如果是在家中 如果是在家中 大部分在家人 基本上都有五欲嘛 他只是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嘛 或是想生天 佛者就跟他讲 布施 持戒 生天之法 那如果进一步 正出国的 有些就正国 那么就跟他讲 或是得正见的 就跟他讲 得解脱的 可以正国的 那有一些上佛地址 很多都是听到佛法之后 就正国了 正国了之后 佛告诉他怎么得解脱 那有一些 有一些佛不只告诉他怎么解脱 还勉励他 应该到处为人说法 要到处去猴法 这个就进一步了 那有的得解脱之后 他就在 他就在这个 这个山边林下 没有人的地方 就在那边打坐 然后时间到了就入灭 但是 有一部分的人 他本来就心向解脱的 那有一部分的人 佛头看他 就会跟他讲 让他到处为众生说法 努力去传播正法 那这个就比较偏向于菩萨道 那本来就有这三个 当时你看 这个佛头说法 本来就有这三个层次 不过一般人讲 布施慈悸 幸福美满的 乃至生天的 现世人间幸福美满 未来在做人的时候 可以幸福美满 乃至于生天 享福的 另外一种 让他得解脱的 让他得解脱的人里面 有一种 不只是自己解脱 还勉励他 到各个没有佛法的地方 去重播佛法 弘扬正法 然后正法到哪里 众生就比较能够有得到利益 有一群佛弟子听着佛的话 到没有人的地方 不到去弘扬佛法 你看那个富罗纳就这样了 回他的家乡 苏鲁纳国 那家山远 也回他的家乡 阿盘提国 那些都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去弘扬佛法 很多佛弟子 也都天佛的话 到各个地方去弘扬佛法 那有一些就没有 就自己在他的极境境界里面 直接到了陆业盘 就不一样 所以那对一般的人 先说不思慈见升天之法 那如果你能够更进一步 要求解脱的 那么再跟他讲 五运五我 就是这个解脱法 才讲八正八 讲七觉知 讲四念处 才讲这些让他得解脱 那么在这三幅月中 如来又总是先说故事 六道 六部波罗纳也是先说故事 这有着非常重要的道理 月称菩萨送给予明确的开示出来 就是这个祭送 就是这个祭送 依之俱得乐 依私得知俱 故佛为众生 先战故事 是这个祭送给予明确的开示 就是这个祭送给予明确的开示 那我们要几下看 他说人类 他说人类要依依食住行 依要等必须的支身聚 才能得到福乐 就是我们要过得幸福快乐 叫做福乐 那么基本上就是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满足 叫做不愉快法 旁生中 旁生就是畜生 最低级的动物 也要依之以为生的食物 才能得生存的福乐 就是住的地方要舒适 那么生存一定要有吃的东西 也要很好 那么所以我们的福乐 他说热是由生理所引发的热受 一般常常讲喜乐喜乐 那生跟心都会得到热受 不能离物质的支身聚而存在 所以我们的喜乐基本上 会有物质性的东西 那社界无社界就不用了 不用 他完全是心理的快乐 也有生的 但是他不用吃生去 他不用 所以他残月为始 他说我们不是 我们太冷也不行 太热也不行 太饱也不行 太饿也不行 所以刚刚好 那么他说 精神上种种种的喜乐 一般也是要以此为极权 就是精神的喜乐来自于物质 首先要先有物质性的满足 然后才得精神上的喜乐 但是物质性的满足 不一定精神就会有快乐 有的人很有钱 过得好 吃得好 但是他不快乐 精神上不快乐 空虚 或是说夫妻感觉不好 但是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他不一定快乐 但是如果你要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你也很难快乐 生病没钱看医生 饿了没得吃 冷了没衣服 你也很难会快乐 你说你说这个 这个心境自然凉 你中午的时候 当在太阳底下晒太阳 看看能不能心境自然凉 也没办法 还是要进来缺点气 所以这种 当然身心互为影响 但是心理的满足 那么基本上是 先依着物质的满足 但是物质上的满足 不一定会获得心理的满足 还不一定 但是心理上的满足 先要有物质上的满足 你今天都没有饭吃 你哪里还会去残休 饿都饿死了还残休 生病没有钱看医生 病得要死 你还要去念破 也很难 不容易 所以他说 精神上的种种喜乐 一般也是要以此为基础 所以古人说 昌秉足而后知礼义 也是这样 基本上 因为你要吃的没有 要喝的没有 要住的没有 所以有些人才会铁隔走卷 那么做盗贼 才会这样 附属而后新教化 所以你要先给他满足 这种物质生活的福乐 是众生人类最基本的一种 所以后来净土 才会怎么样 五欲是满足的 净土就是吃得好住得好 环境非常好 因为一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再进一步求心灵上的满足 所以你看净土没有那个不好的 佛也从不曾反对人类这种物质欲乐的正当要求 而且是看为首先的 适应众生而所永断贫穷 根本的佛法 他说物质的知趣 从哪里来呢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有 有一些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没有 甚至有些人连手脚都没有 他说事人但知勤劳工作发展科学 这是但知当前的限量 有的人说我努力工作我就会 只要你工作就会有不一定 如果你有过去的业 因为现在看不到吧 这业看不到 如果你有过去的业源 你没有消除 或是你过去没有福报 你做的比别人多 你就是得的比别人少 有的人不做就有 有的人做了也不一定有 那这个跟过去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就好像 就好像你一出生就很贫穷 那么你一天就只是小时 都赚不到人家一天一小时赚的钱 但是你没有赚就没有 你没有赚就没有 那你赚了也不一定有 但有一些人没有赚也有 那这个是跟他过去生的业 有一点关系的 那你说那我就天前有命 那你没有就没有 没有是可以改变的 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 跟别人完全是一样的不一定 因为你以前就好像说我只要努力赚钱 我就不怕饿死 可是你赚了的钱都在还 都在还钱 因为你以前借太多钱 所以你没有办法存钱 你要先还钱 人家赚钱可以存 赚一块也可以存一块 赚一百块也可以存一百块 你赚一百块就要还一百块 所以你存不了钱 那照理来讲 如果没有这个前景之下 那每一个人赚多少钱 可以存多少钱 那是一定的 可是因为你之前就欠了很多钱 所以你赚了的钱都在还钱 所以这个跟过去的业有关系 不是我努力工作就有 不一定 但是你不努力一定没有 所以他讲 现在的科学 只知道当前现在的缘 而不知道过去其实还有树叶在 也有过去的业缘 佛说依于物质的不失善业 所以得今生种种物质的支去 包括你有怎么样的身体 你看单单有的人不容易生病 他就省下很多看病的钱 而且有的人一生病就生大病 单单花的钱就很多 赚的钱都不够看病 那有的人没有不用 那这个都差很多 有的人生下来就聪明 很容易赚钱 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有很好的声音 凭个唱歌就可以唱钱 就很难说 所以他有没有那一种能力 他特别容易赚钱 他长得漂亮 他特别容易赚钱 他头脑聪明 他特别容易赚钱 所以就不一定 甚至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不会赚钱 那儿子特孝顺他 会帮他赚钱 那就又很难讲 这跟过去的业有关系 所以我们所有的 他说 我们所有的物资如残而不用 一死就等于零 我们现在所存的任何东西 你死了都不是你的 等多是你的遗物 他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那如自己想要落后浪费 也就从此没有 但是如果你把部分的物资 不失在浮点中 就能感后世物资的浮了 就好像这一杯水 你没有喝 放到最后 干掉 倒掉也是没有 你喝了 消化掉也是没有 也有 但是在你喝了又变成喵 明天就没有了 对你的身体有帮助 但是你这一杯水 你很渴 别人也很渴 你看那一个人渴得要死了 你就分半杯水给他 这半杯水 就成为你未来的治疗 你未来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那个人就会来救你 或是会有一个人来救你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就曾经 在那个人要死的时候 给他一杯水喝 这一杯水就成为你的福业 如果你只是自己喝了 那他也滋润你的身体没有错 他就滋润你的身体而已 明天就变成那样 那你的身体解渴了 可是你把这一杯水 分半杯给别人了 不断滋润你的身体 你喝半杯 半杯也给人了 甚至你整杯都给别人了 你自己在你找水喝 那更好 那么他就滋润你未来的福业 不只是滋润你的身体 所以你懂得的人 要用你现在的资源 努力在什么 以福来修福 那不懂的人就什么 存到死了 变别人的 别人在帮他布施的 也不是他布施的 你的子民用你的名义布施 也不是你布施的 他只跟你有缘 也不是你布施的 那甚至 比较笨的人用福来造业 他有很多钱 他也不会布施 也不会帮助别人 也不会自己想说 用这个钱 要赚更多的钱 骗更多人的钱 弄到最后 钱很多了 业很大 恶业很大 造业很重 就变成这样 所以 聪明的人用福来造福 那 这个一般的人 就只是储存 给他的子孙用而已 那其实 你死的时候 你死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跟你有关系 比较笨的人用福来造恶业 就变成这三种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 他说 你长耳不用 死耳 这跟你没关系 等于你 不管是谁帮你布施 其实作用都不大 也是有用 但是要看 要看 他跟你的因缘 那如自己享用 都自己用了 浪费掉了 也是没有 那如果你能够 运用你的福报 然后再修福报 你后世就继续有福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布施功德有大有小 那福乐也就有差别 因为你布施的心 布施的东西 布施的次数 布施的人 布施的人 不一样 所以功德就有分 一样 福乐也就有差别 就福报快乐 它就有差别 这等于是将骨子拨在田中 同样一颗种子 你放在哪里的田 那种子好不好 本身是一个原因 种子多不多 品质好不好 成分好不好 它是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 这个田 肥沃不肥沃 它是一个原因 影响未然的收成 所以你把这个骨子 放在这个田里面 能够得十倍百倍的果报 你看一个骨子 然后种下去 所以长出一株 一株 一株这个稻谷出来 就长几百棵 一样的道理 一棵树 种子 种下来 五年六年之后 来自十年之后 长出一棵树 就结几百棵的果实 都是这样 善业也这样 恶业也这样 都是这样 自然界的一切物资 是众生共业所感 我们这个世界是共业 台湾是这些人的共业 彰化是住在彰化这些人的共业 阿拉伯那边的人 比较没有水 这个北欧那边的人 都是雪 比较冷 非洲那边的人比较热 共业所感 都共业所感 那么动物住在水里面的 住在树上的 住在土里面的 共业所感 同样的环境 所以众生共业所感 又依往期的业力 各摄取部分为自己 而加工享用 那虽然是共业 但是共业中有别 非洲普遍是一个比较穷的 但是非洲国王很富有 非常富有啊 有一些很富有的 也有比较穷的 也有 也有 共业中有别业 所以一样在这个地球上 一样是人 这个地球是共业 这些地球的众生共业所感 有鬼大 有天大 天大是这个四皇天跟刀利天 这个是地居天 空居天就不一定了 人 共业所感 但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 动物各有差别 人里面也各有差别 居住的地方也各有差别 共业中还有别人 就算是一家人 一家人 共业所感在这个家庭 业力所感同样成为一家人 就是双胞胎也不一定一样 聪明才智也不很一样 有的身体弱 有的身体强 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 有的聪明 有的没那么聪明 一样是共业 在共业中有别业 是业园 在同一个家庭 但是果包也不一样 那先天不好 那你努力可以改变 先天好 你堕落 那你一样会改变 一样会改变 所以 他各摄取部分为自己的 而加工享用 业力所感的物资福报 所以现在需要 所以需要现身的功力 去采集开发制造 你虽然过去都有 你这一生没有再努力 你那个业不能成熟 业要成熟 你过去有造 但是你没有成熟 你就不能 已经成熟的自然会有 一定会受报 还没成熟的 还必须要成熟才会受报 那我们都是有累积善业的 所以我们努力就是要 让我们的善业成熟 让善根成熟 所以菩萨道最重要的是 成熟善根 善根引发了 就可以造作善业 善业成熟 就可以得到善的果报 那就是这个理论 善心 善根 就有善心 善心引发 就造善业 善业就得善果 那就是这样 众生才得意义 那我们也是这样 那我们通过学习佛法 引发我们的死 我们过去的善根 然后造作我们 过去曾经造作的善业 然后让这些善业成熟 已经成熟的 我们已经在享用了 还没成熟的 因为我们继续造 它就会渐渐成熟 又继续享用 就这样 所以它就是 这要到一个理论 我们才能够生生世世 一直成熟善业 因为这些造的善业 下辈子来 又让它成熟 开发 就这里讲的 采集开发制造 如果没有失业 就是没有布施 没有物资 贫乏地区 或缺乏某些物资 那一切限远的功力 也无法可施 假设你过去没有造善业 你要去哪里采集 它都没有 没有你不能让它熟 你要先有 你才能让它成熟 所以没有就要做 就要努力做 做了 做 你现在努力做善业 假设过去有 那么它会成熟 假设过去没有 那现在就有 未来你会成熟 所以物资的福乐 实在是亦以往期的 不思善业为难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现在享受比较好 那是因为 我们过去中 其实都是造善业的 其实每一个做人的 每一个人可以做人 过去中都有修善业 不然做不了的 我们把这一段讲完 他说这样 物资的资深具 必为人生福乐所必须 你没有这一些 你就会活得很痛苦 这是基本而首先的正当欲求 吃也吃得不好 穿也穿不好 过得也过不好 今天住了这个房子 明天就被人家赶了 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休息 也很难休息 此资深具 亦以布施的福音 所以佛卫众生说法 总是先葬布施的福报 劝人修集布施功德 以免来生的平法坚苦 这是对一般的人 如果被修道的人 他就让他今生得解脱 那一般的人没有得解脱的 那一定会再来 那再来你过不好 你也很难修 所以一般的在家说 或一般的人 先要保证他如果再来的时候 他可以过好日子 不会那么痛苦 所以先跟他说布施 那如果你是要求解脱的 那么这一生正好的话就不再来 你都不再来啦 你不再来啦 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福报 阿罗他也要福报 但是就不需要 你不要再来你的福报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因为这里是武称共法 那你免来生 因为你会再来 贫乏艰苦 影响事业的承办 佛法的进修 如来先葬布施 只是看清了物资的受用 是建立人间和乐 出世圣法的根本 不管你未来要幸福美满 还是要得解脱 你都必须要有相当的基础 申请要好 那么生活要过得 差不多可以下去嘛 所以如贫乏到无以为真 活都活不下去啦 那人间的和乐 出世法的修学 就无从修学 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都不要讲啦 那大圣 那更不用说了 所以 这个是基础 从布施 这是很重要的 那不是帮助别人 就帮助我们自己 好 那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